江城抱着卫英好久都不撒手,一旁的蓝湛看着,微微地皱起了眉,江公子,我们坐下慢慢说。 江城抽抽大大地把头靠在卫英肩上,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,对蓝湛的话充耳不闻。 阿诚,卫英拍了拍江城的背,我们都长大了,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抱在一起了。 为什么不能?江城被卫英扒拉开,有些委屈,你还是对我心怀芥蒂? 当然不是。卫英摇摇头,走到了蓝湛身边,牵起了蓝湛的手。 阿诚,我已经成亲了,卫英的脸有些红,所以,我不好再抱你了。 什么?江城看了看两人牵着不放的手,你,你们,江城看看卫英, 又看看蓝湛,两人的目光浅全,他再不明白,就真的是傻瓜了。 江城的脸一下子垮垮的,阿诚,我这才刚见你,你就成亲了。 江城越想越觉得委屈,这小子有什么好,你就跟他了,明明我们认识的时间长,阿诚。 卫英见江城像个孩子似的气呼呼地背过了身去,嘴里嘟嘟囔当当地不理睬他们。 好一会儿,江城才回过身来,眼泪汪汪地看着卫英,阿诚,我要再抱一次。 江城感受到了蓝湛微妙的目光,瞥了一眼,蓝湛又看向卫英,最后一次了,以后不能抱你了。 好。 卫英张开了双臂,江城慢慢地走了过去,轻轻地抱了一下卫英。 其实,小时候江家和卫家是有意要结娃娃亲的,但那时卫叔叔说阿诚还小,想等阿诚大一点,再正式定下来。 结果,他们都没能等到阿诚长大的那一天。 好了,江城放开了卫英,吸了吸鼻子,你以后就跟这小子好好过吧。 江城瞪了瞪蓝湛,你要是欺负他,我活寡了你。 江公子,我会好好爱护阿诚的。 蓝湛牵着卫英的手,一起坐了下来。 阿诚,他说你被那张城一直困在相府旧宅,卫叔叔可知道了。 江城也在一边坐了下来。 卫英黯然地摇摇头。 哼,这倒是欺上瞒下,这些年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,江城捏了捏拳头,让我去跟卫叔叔说。 江公子,这是背后的人应当是现在的相府夫人李月,蓝湛看着有些冲动的江城。 阿诚当年坠井,不是意外。 不是意外。 江城看向卫英,卫英的目光低垂。 那天,有人推了我,卫英不想承认那个人就是李月,在我身边的,只有月姨娘。 卫英一出生,亲生母亲便去世了,小时候她一直羡慕别人家的孩子,有娘亲疼。 爹爹当然也很宠爱她,但爹爹太忙了,三天两头都见不到人。 有次她发烧了,很难受,特别想见爹爹,但爹爹正在宫中议事,没有办法赶回来。 她记得当时宫里派了御医来照顾她,她的发烧在御医的诊治下很快就好了,但心里却委屈极了。 爹爹回来后,她就趴在爹爹身上直哭,嚷嚷着要一个疼她的娘亲。 后来有一天,爹爹就带回了一个长相温柔的女子,让她换月姨娘。 月姨娘平时话不多,在乡府里就仅遵着爹爹的吩咐陪她吃饭,玩耍。 小孩子总是比较疲,但月姨娘没有半点不耐烦,总是温柔地跟在她身后。 渐渐地,她有时候觉月姨娘微微笑着的样子,似乎就是梦里母亲的模样。 所以那次当月姨娘在井边建议她洗洗小皮球的时候,她没有拒绝。 在月姨娘表现的提水吃力时,她忘了老嬷嬷跟她说过对待月姨娘应当是主子的身份。 她走上前去帮了一把,阿线,那女人竟如此心思歹毒。 江城皱紧了眉,这些年自从魏英不在后,她和怀桑便很少去相服了。 只知那里月后来被魏叔叔扶了证,相服又添了两位公子。 现在想来,里月的大儿子是魏英去后半年多出生的,恐怕这就是那女人迫不及待的要除掉魏英的原因。 江公子,当年阿线出世的时候,你们可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。 蓝湛希望能多找到一些证据,将里月与张城的罪证揭露开来。 当年,我们都还是小孩子,阿线从井里被捞起来的时候,大人们捂住了我们的眼睛。 江城有些哽咽,我和怀桑都在那哭,那是没顾得上想事情的前因后果。 现在仔细一想,我和怀桑当时也追了出去,就在阿线后面没多远。 可奇怪的是,阿线跑着跑着就没影了。 我和怀桑明明去巷府花园玩过好几次了,可那天却在花园里迷了路,怎么走也走不出去。 花园就像一个迷宫一样。 等我们终于走出花园,找到阿线的时候,阿线已经掉入了井中。 障眼法。 蓝湛食指在桌面轻轻扣着,这段日子,他在白云道长那儿见识了很多术法,对一些基本的法术有了一定的判断,一定是张成。 蓝湛皱了一下眉,他原以为张成只是李月事后找来镇压魏英的。 没想到,这本就是他们两人一起做的局。 你的意思是,李月早就和那道士勾搭在一起了。 张成心里也明白了开来,难怪我和怀桑当年怎么也走不出那花园,愣是绕了有一刻钟,才走了出去。 张成黯然,就是那一刻钟,魏英失去了最后救援的机会。 让我去和魏叔叔说。 张成接下来听了蓝湛被张成污蔑而导致不被魏叔叔信任的事,主动站了出来。 那魏英先不跟你走,蓝湛想了想,我担心, 魏英若附在镯子上跟你进相府,恐怕还没见到宰相大人便会被那张成发掘,魏英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张成的控制,不能再落入他的手中。 好,江成点点头,明日我便去相府走一趟,他们绝不会对我有防备,毕竟我与这是毫无关联。 江公子,请先喝茶。 江成虽不太来相府,但因其是兵部尚书家的公子,奴婢们也不敢怠慢,奉上了新茶便去通报。 江成在厅内等候,恰逢李氏从外面回来。 江公子,真是稀客啊,李氏见人三分笑,令尊大人进来可好。 尚可,江成恨不得立刻挥边抽象李氏,但为免打草惊蛇,耐了耐性子道,多谢夫人关心。 江公子,这次来世。 李氏对江成很热情,江成的父亲官拜兵部尚书,要是能结个亲,是最好不过。 江家原本是要与相府结亲的,但结亲的对象是魏英。 魏英过去之后,江家便没有再提过亲事,在他们心里认可的始终是相府的嫡子魏英。 李氏心里是暗暗极恨的,魏英命好,生来便高人一等,若不是他当年除了那孩子,恐怕现在他的孩子都得给魏英提携。 是我父亲有些话要我转述给相爷,江成不想跟李氏多纠缠,微微低头道, 夫人不必招呼我了,我在这一个人等着就行。 江成侧过身去,离李氏有些远,是些朝内之事,夫人不便旁听。 好,李氏知去地点点头。 这时,魏长泽走了过来,江成随着魏长泽进了内堂。 贤侄,什么风把你刮来了? 魏长泽看到江成还是挺高兴的,可是你父亲交代了你什么? 魏叔叔,最近我遇到了一件怪事,江成做了作医,前天在大街上,我抓了一个毛贼,那毛贼倒了一只金镯。 江成故意顿了顿,那镯子与小时候魏英带的那只极为相似,我将那只金镯扣了下来。 本想着今日带来给魏叔叔,但那日半夜,我竟见到了魏英。 你见到了阿县? 魏长泽不可置信。 是的,魏叔叔。 江成继续说道,我一开始也不敢相信这种鬼神之事,但那着重少年迪迪确确是魏英。 魏英告诉我,他之前有托一位蓝公子来找魏叔叔,但一直未等到回信,反被一位道长定了殷亲,那道长欺上瞒下,多年来欺压他,使得他无法与亲人相见。 你见到的,真的是阿县。 魏长泽有些心乱,江成应该不会说谎,也没必要编瞎话来骗他。 可阿县对江成讲的话,为什么与张成跟他说的截然相反呢? 到底孰真孰假? 魏叔叔,阿县托我带这个给您,江成从怀中抽出一封信件。 他说,您看了这个,自然就知道真假了。 魏长泽打开信封,里面是两页信纸。 一张纸上写着一首童谣,月亮也明堂堂,骑着大马去烧香,大马拴在摇前树, 小马拴在庙门上。 后一张信纸上则是一幅涂鸦画,花白胡子的月亮也骑着一匹大马。 与众不同的是,这幅画上的月亮也头上戴了一顶四平八纹的宰相帽。 衣袍之上,有些杂乱无章地画满了小兔子的图案,魏长泽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。 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 那是一年中秋节,他给阿县念了那首月亮爷的童谣。 阿县拿着画笔就说要画个月亮爷,他笑了笑,看着阿县在画纸上随意地涂涂摸摸。 不一会儿,小阿县便拿着画好的月亮爷兴冲冲地跑来给他看。 他一看,就发现了月亮爷头上那顶专属宰相的黑颜帽。 阿县,你这月亮爷为什么戴了一顶冠帽? 他笑着把小阿县抱在大腿上。 爹爹每次上朝都戴这个帽子,好看。 小阿县在魏长泽怀里拿着画很开心,月亮爷也要戴。 还有,我画了好多只小兔子,月亮爷一年才下来一次,天宫的小兔子肯定也很想下来玩的。 他们都藏在月亮爷的长袍里呢。 小阿县有些得意,抬起亮晶晶的眸子。 爹爹,我画得是不是很好? 阿县画得真好,魏长泽被魏英的想法逗乐了。 我们家阿县可真厉害,往事浮上心头。 魏长泽看着眼前的涂鸦画,笔触成熟了不少,但画上的东西和当年一模一样。 这是他们父子才知道的内情,魏长捏着信纸的手在微微颤抖。 阿县还和你说了什么? 魏长泽意识到他或许犯了一个大错。 魏叔叔一直以来都是那张承在骗您,他利用倒数镇压着魏英。 使得魏英多年来,既不能往生,也不能与您相见。 江承见时机到了,一股脑把话说了出来,那张承与魏英无冤无仇,背后必定有人指使,那人不是别人,正是您现在的乡府夫人李氏。 李月 魏长泽有些不相信,李月近年来是变得有些屈颜覆势,但只限于一些富人间攀比,在大事上并无出格。 魏叔叔,江承见魏长泽有迟疑,沉声道,魏英亲口告诉我,当年他不是自己掉下井去的,而是被人推了下去。 江承咬着牙,推他的那个人,正是李月。 你说什么? 魏长泽万万没想到当年的事还有隐情,阿县竟不是失足掉井。 魏叔叔,那李氏当年表面上对魏英关怀备致,背地里早就对魏英十分嫉恨,江承压了压自己的火器,魏英是相辅嫡子。 若魏英还在,魏叔叔对现在的两位公子还会在意吗? 魏长泽默然,他当年娶李月只是为了照顾年幼的魏英,至于后来李月告诉他有了身孕,他也不怎么放心上,甚至对李月说过委屈他一些,打掉孩子,等魏英不需要人照顾了,再做打算。 后来阿县出了事,李氏诚心地自责请罪,在亭前连跪了三日,直到体力不知晕倒。 大夫说再晚一些,李氏腹中的孩子恐怕也要保不住。 他终究是心软了,李氏腹中的孩子毕竟也是他的骨肉,他让大夫给李氏安了胎,好生照料。 魏叔叔,李氏包藏祸心,将成见魏长泽四在沉思,您若不信,尽可试试他。 魏长泽黯然地坐在窗前,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格照在魏长泽的身上,投射到地面是被拉得极长的影子。